徵收的問題 在北部濱海公路是1979年通車 距離現在36年 1987年 台電在岩寮起兆河市場 距今28年 1993年開始了一條基伏公路的改建 改善計畫距今22年 這些工程最大的共同點 不管開工多久了 到現在還在徵收我們的土地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的大的公路的兩邊 其實它是沒辦法拓關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兩邊 它地下有埋自來水管 還有第四台的電信業者尊管路 還有Lilicoco 那些錢都是公路總局的年度大進帳 所以其實常常公路總局 或是交通部出來說 我們要拓關土地 造橋鋪路是在做工的 我們也是不得以 這樣子就去徵收所有的 道路兩旁的土地 然後讓所有 本來已經開路的時候 被家產被徵收掉了 等到路開好了 又被層層剝削 剝削到那個家族的土地都沒有了 所以其實在公路兩旁徵收土地 對公路總局來講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為它旁邊埋設了那麼多的管線 我們以自來水管的管線來舉例子好了 如果像今天要拓寬這個土地 它是不是地下的那個自來水管線要移位 可是自來水公司有沒有 每一年都有編那麼多預算 隨時都可以有一位的工程 工程費來配合公路總局 其實沒有的 所以有時候 它徵收了土地之後就閒置在那裡 閒置在那裡是為了什麼 因為路的兩邊 那個地價是最容易上漲的 所以公路總局是在幫交通部炒地皮 那之前的交通部長是誰 行政院長他 對 所以他為什麼會當行政院長 因為翁在國家 操了很多地皮 徵收了很多土地 所以我們面對很多的問題 或是說出來反對土地徵收 或是出來什麼 我們要去了解一件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 合不合理 像我這樣子講 大家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家外面雖然是一條水溝 它又要叫我們家什麼旗樓也要拆掉 你就去看看 那裡是不是能拆 那下面 上面是不是有第四台的管線 是不是有什麼 Pable線 什麼台電 中華電信什麼的 那如果有那些的話 你就會去公文詢問一下說 他們今年年度是不是 所有的這些 這些公家機關 或是這些私人 他們付錢給公務總局了以後 他是不是還有經費 可以配合他拓寬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幹嘛 賢賢美是自己家的大門口 要被政府徵收 所以反土地徵收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不是上街嘉年華會的遊行 所以 我們以後就可以終止 這種事情再繼續發生 洩法裡面有保證我們人民有財產權 那這個就要來講到很重要的 這個合適的土提校園 仲見 仲見碼頭的土提校園 就是 幫這個譚天席教授打一下生命度 他在成功大學教書 但是當時呢 他是台電的打手 他就出來講說 那個我們那邊的潮系是北南潮 是南北潮系 不是北南潮系 所以呢 他就堅持那個 仲見碼頭的方向要向北 結果因為他的方向錯了 所以 浪潮進來的時候 就把沙捲進來 那沙就出不去了 所以就讓那個 芙蓉海灘那邊的沙 就一直一直一直被捲走 因為 因為那個中間碼頭和四場 就蓋在岩尿的海灘這邊 就在芙蓉海灘的隔壁而已 那整個沙灘的生態 都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就一直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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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灘啊 就 本來本來有這麼雄厚的 基底在這裡 就這樣子一直流失 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很流失到你 你跟你情人走 走沙灘走的兩步啊 水都還沒有到腰 就被噴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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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走了 所以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整個芙蓉沙灘啊 这个长度消失了四千公尺 那这个叫做朝上对不对 朝上损失了五百公尺 朝下呢 朝下有一千公尺 所以这个整个沙滩就少掉这么多 可是台电永远拿卫星图来说 这个沙滩还在 因为这个水跟沙滩的交界点 当然永远都在那里啊 对不对 所以他在怎么样拍 他都说还在啊还在啊 问题是朝上朝下 要去分析朝上朝下才会知道说 海滩是怎么流失的 所以我们知识分子要读起知识分子 解读理解事情的责任 啊这个就是河市场 从沙滩 从屠龙沙滩这边往那边看 然后仲介码头啊就在这里 这个是岩摇沙滩 那仲介码头在这个隔壁 你看这个沙滩啊就整个退缩了这么多 所谓的朝上 朝上就是损失了五百公尺 大家跑那个赛跑啊 一圈是不是只有四百公尺 他把一圈拉长了 你看我们这样子损失了多少沙滩 这个天然资源不是台电 养沙滩能够养得回来 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那这个就是浮龙沙滩 以前浮龙沙滩中间的那一块啊 是非常浩瀚的 因为为什么是很浩瀚 这就是出海口 出海口是不是都能够形成三角洲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双溪河的出海口 出海口 把上游的东西栽到这边形成一个沙丘 然后才进入太平洋 那以前这块沙丘啊是非常广大 那因为中介满头的土体效应 把这些沙滩一直流失 我们在一地有一个杨贵英大姐 她就是经常去拍 拍那个沙滩流失的照片 这个是2012年的沙雕 现在沙雕 我们共聊沙雕已经开始了 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我们来讨论沙雕 我们都知道那个沙滩啊 你们我不晓得你们这个世代 有没有体验过那个走在沙滩上 走在沙滩上软绵绵的沙滩上 是脚会这样子陷下去的 那我们这个知名的浮龙沙滩啊 是可以卡车开在上面 所以可想而知 环境的破坏啊 是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里啊 整个沙滩啊 几乎就是往后一直沿到 这里都是沿尘的 就是这个线啊一直往后退 所以这些沙滩啊 其实几乎都流失到快要变成裸露的那个沿尘 然后它会这么硬啊 也还有另外的道理 有时候有机会我们再讨论 我们来讲一下河滩的坏话 就是他花很多钱啊 这些钱 当初那个 陈隋扁有停建 陈隋扁应该叫他前总统 毕竟他当过总统 他上任的时候有停建河滩 大家知道停建多久吗 有人跟我说停建十年 我听过有人说河滩有停建过十年 那大家知不知道实际上 河滩停建了多久 106天 因为我不能浪费时间 106天而已 106天以后就开始 那当初因为巢小也大 然后就讲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跟国外签约 那当初要付的违约金 大家都觉得付的违约金很心疼 可是违约金多少钱大家知道吗 戏罢也 那时候舍不得四百亿 的违约金 结果现在 花多少钱 两千八百亿 所以有时候 思绪啊 真的眼光真的是要放长远一点 为了四百块钱花了两千八百多块 将近三千万 为了三千亿 为了舍不得花四百亿 然后我们破坏掉的环境啊 什么的 那更不是基钱可以计算的 然后这个就是讲现况啦 就是318的时候 318社运的时候有一个 我们的台湾民族英雄 我们的台湾民族英雄叫做林毅雄出来 反和四禁食 禁食 禁食 对不对 就是他禁食 抗争 所以 马总统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让和四 封存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和四封存实际上 实际上他是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汤嘉玲小姐 他一直都是报导和四追踪的 很好的笔者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他终于 他终于 报导的面向 转向这个方向 所以 现在的实际的封存 其实是在续建 然后 我们共聊在地的人 每一个人都知道 和四每天烧2000万台币 烧2000万台币 这些都是在做学子 将来你们的负担 所以这个报导 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以回来 来按看这个报导 所以现在是 甲封存真正的在续建和四 然后以前王突发教授 他也是 那个环蒙 一直在跟我们共聊 一直帮助我们共聊 一直反和的一位教授 那时候讲的这个2300亿啊 什么的大家都反对了要命 可是现在如果继续封存的 烧钱下去和一和二 还不厨艺的话 我想这些金额都不是 都不是小小的 你就会 这些金额再过个几年 会像我们现在回头看 那400亿一样 都会觉得 现在看这个好像很大数目 可是再过个几年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 和电厂都把它废掉的话 再过几年回头看 就会像我们现在回头看 当你那400亿一样 这个就是和电厂 为什么叫做龙门电厂 因为就是欧世欧世啊 那这个可能 这些文字 那台电的政策人员呢 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绿党 我们台湾也有绿党 那台湾的绿党它有一个六大核心的价值 叫做尊重多元 非暴力 社会正义 参与世民主 生态智慧 然后最重要的是满足当代 时间波动快 满足当代需求 却不牺牲下一代的永续 这是绿党的六大核心 但是台电的核能政策呢 跟这个是完全背道而驰 甚至经济部啊 他常常自己向自己说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经济部是缺电经济部 他们永远会向人听说 我们现在没电厂 没搞电厂 卫生纸也生产不出来这样子 可是呢 在核市场里面的一些高级干部 他有一次跟我聊天 他有讲说 他有说 台电跟台湾的经济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他说你想想看 在夜市里面摆摊子的那个小摊贩 他都有办法自己发电 就晚上就可以做生意 自己做生意 他说何况有钱 有能力盖一间大工厂的老板 会不如一个在夜市摆摊的小贩吗 那么他有能力盖那么大的工厂 他当然也可以买大一点的发电机啊 他的工厂里面更是不能缺电啊 一个老板难道连这个 这个sense都没有在怎么做生意 他说所以 更大的工厂 他自己的内部的发电设备 有些都是 台电旺城莫及的 所以一天到晚经济部用缺电经济来骗我们说 如果没有电的话 我们的 经济发展就会退后 退后 可是你看 核市场里面的那个经理 他就说 想想看 那很可怜 我们 台电卖 卖给工业的电 人家都不要 因为那些工厂 自己 用热棒啊 用那个 热的回收的那个 发电啊 省电啊 他说 哪需要跟我们台电买电 他说我们台电的电其实是卖不出去的 所以 你们看 晚上啊 他们有一种 偷吃部就是 把整条乡间的工具 那个电会都装缸 那有时候我们远远看说 晚上 那座山 好漂亮 开好多电灯 尤其是 我们共遥的灵灸山 到晚上灯火通灵 那就是在 耗电 大量把电耗消耗掉 平衡 因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没有 没有用很多民生用电 可能的时候台电那么多电怎么办 他那个表一定要消耗掉 就把所有的 到处的灯 所以我们要反 知道节能怎么节能 然后台电是怎么耗能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台电他怎么耗能 我们就有办法 跟他站在平衡的 平衡的对不对等的方向 好好的跟他讨论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 我们去年年底有一个新闻就是 屏东的农夫自己发电 就卖给台电 所以要发电其实不是那么难的 Hosker power system 就是那个早气发电 那个热棒那个棒那个字我找不出来 其实热棒 那个福华饭店 我们共聊那个阿姨姐 他要反合 他是我们最反合的 的那个精神领袖 他们全家都反合 反合到他儿子啊 的事业啊 就是做那个热棒 所以全台湾的福华饭店 的所有的热棒工程 都是他儿子做的 所以只要做一件对的事情 老天也是会眷顾他的 他儿子永远都是开最新的那一型的 Mercedes 的跑车 他除了能够 实质的反合 实质的在能源上 做那个 只要做对的事情 连 老天爷都会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核电厂 早 느낀的时候